这战的 这是魏锐的是第一轮比赛 因为伤病他的第一轮的比赛往后延了 而王鹏飞呢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输给了贾奥奇 对 但虽然那场比赛输了 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 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比赛开始 红方选手就是魏锐 蓝方选手大飞王鹏飞 漂亮漂亮 上来感觉魏锐确实是感觉还可以 动作比较多 大飞略鞋呢 稍微的慢了一些 这个节奏 还是要把节奏提起来 魏锐他就是一个控场型的选手 强大的控场动作 动作比较细腻 我们全民朋友给他 有很多的绰号 腰刀啊什么各种 但是他自己都觉得说 代表不了他 代表不了他 就很多的不同的侧面 是 大飞还是要动起来 不能等待对方来进攻自己 因为魏锐确实他 启动的速度和这种灵活性太强了 是 所以你要想防止对方的进攻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进攻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王鹏飞 王鹏飞虽然输了 但是也给贾奥奇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压力 尤其是比赛结束之后 全民朋友都觉得说 所以这个贾奥奇没有 没有让大家看到拥有的那种场面 其实大家也有跟我反应的那场比赛 所以如果能判平局的话 可能大飞就有希望 这是大家更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 大家就是对于大飞的这种期待值更高一些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大飞 机会来了 如果能够把魏锐掌落马下的话 也能够充分证明自己 其实有这种冠军的这种气质 两位是同门师兄弟 又是老乡来自这个河南周口路 其实这个组当中的四位选手 有三位都是来自这个周口路 可见这个地方就是出冠军了 对周口真的是出人才 对 所以这个魏锐能够感觉到比较的放松 今天 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所让我担心的就是 魏锐长时间没有比赛的话 这个他的这种心肺功能 或者说他的体能 能不能支撑自己高强度进攻的这种节奏 而王鹏飞是去年刚刚拿到了 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而且在年底的时候又未免了一次 和刘晓明五回合的比赛 对也是未免成功了 所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是 所以这是他的优势 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对 王鹏飞有一些优势 而且我再听也说了 就是王鹏飞 他的力量和身体上的优势 可能也是他的这个 这个更大的一些优势吧 嗯 这个和周 十秒时间过很快 一直是在63这个级别 而大飞呢 一直打的是65这个级别 呃 可以感觉到魏锐 打得比较放松 对 啊 动作确实很多 呃 相对于王鹏飞来说 打得稍微有一些些倒走 嗯 稍微有一些进入状态 稍微慢一些 呃 我们还希望这场比赛 应该是一场 对攻的打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大飞要想获得胜利 还是要积极做东西 还是要 呃 向前压制对方 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被对方这种节奏带乱了 因为 这个 呃 魏锐的节奏 节奏感是比较好 而且魏锐有一个特别 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他特别擅长 你打乱对方的节奏 对 而且他能够预判 预判对方要出什么招 然后他去破解 对 我觉得这是他的优势 两个人现在防守都没有问题 没有太大问题 好 连续的进攻 所以在单个动作上面 两个人其实 都有预判对方这种动作路线和能力 对 所以我觉得就要想打开这个局面的话 还是要二次进攻或者连续性的进攻 组合性的进攻才会取得一些效果 如果多把重心放在单个动作上的话 很难打开这个局面 是 其实很多全民朋友想看到的是一场火花四箭 这种激烈的碰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就是参加这个王者战争夺的这个比赛 我觉得很难 因为呢都是高手 对 大家更多的是比拼的是这种心理上 技术上的一种比拼 是 同方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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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会想到稍微有一些被动 这两个人真是有故事哈 这个昔日的诗歌 对 而且也这个魏睿对王鹏飞的帮助也非常的多 对 现在两个人同台竞技 这可是一个小弟跟大哥之间的较量 对 是 到底是大哥还是大哥还是小弟已经成为大哥了呢 因为早在2015年魏睿就拿到了WF63公斤级的世界公分王者 是 而且在2017年他又获得了日本K162.5公斤级的金腰带 他是中国获得日本K1金腰带的第一人 而大飞王鹏飞呢他属于这个大气晚城 他在去年2019年才拿到了WF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是 两个人其实都是这个世界冠军级的级别的这样的成户 是 大飞也在我已经害到 好不能顾 harness 雙手的不顾镜 是 这个 机器对方是不允许的 大飞现在明显的这个节奏已經被对方带乱了 还是积极一些 对 其实作为这个擂台上的老将 就是这种 犯规的动作其实大费身上是不应该出现的 对 可见这个心理上有着急了 是 好 还有十秒 精彩的比赛总是过得很快 是的 动作好像已经变形了 这个时候 这个是重心丢了 这回合当中明显的能够感觉到魏锐的这个 技术动作更细腻一些 节奏更快一些 王门飞要想打破这个魏锐的节奏 还得要更积极一些 更主动一些 对 好 第三回合较量 大费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点等 对 还是有点等 对 好的 反击 出 好的 侯志弦有命中 好的 就是这样 一直在压对方 对 就在极短的这个距离内做好防守就可以 不要给对方更多的距离 但作为魏锐来说也不能放松啊 你也 能硬一点 加油 能硬一点 哦 好 现在这个 王门飞开始压制对方 呃 优势略显了这么一点点了 现在还要把这种优势扩大 继续扩大 这个时候魏锐感觉到是不是体能稍微有一些下降了呢 好的 大飞现在还要积极更积极一些 好的 和全民动了 哎 大飞在第三回合的到现在为止还是表现的不错的 对 这是大飞的优势 就是我是上一个级别的 那你要升上来 那么我肯定在力量上有优势 是 所以我要去加智力 嗯 因为在称重的时候见到魏锐就觉得他的状态很好 然后魏锐说因为我本身就不用怎么降 平时的体重就没有那么大 对 我现在魏锐感觉到体能可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就到了一个极限了 对 我们从他这个他的他的呼吸 他的身体状态 这种感觉来说 反应出来的这种状态 真的是每一秒都很关键 对 两位都不能够放松 哎呦 这个这个直接的体系有命中 高水平的运动员的比赛一刻都不能放松 一秒都不能放松 大飞这种明显的 呃 上一轮的比赛中间出现的问题在这一回在这一轮当中 又有显现 呃 要显现了 对 还是要持续的给对方压力 哎呦 这个变相非常漂亮 十秒啊 那魏锐也不是白给的 对 哇 还有十秒了 还有十秒 哎呦 漂亮 哎呦 变现 哇 好的 很难 看出谁更优势更大一些 对 可能胜负就在一局半局的这种 这种情况下吧 我觉得 对 呃 因为两个人极度的了解 对 太了解 呃 太了解 在一起训练了很长时间 所以相互的了解 真的是特别了解 今天打比赛也是这样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 方 射 欢迎 祝贺魏睿 谢谢 蓬佩 有请 at 对 我们 biological 说 已经携与了